总统蔡英文再度邀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萌 第六度代表他出席今年在旧金山举行的IPEC峰会 也出席IPEC前记者会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曾透露 我方也在努力安排张忠萌与拜登会谈 因为这次IPEC峰会将可能上演美中领导人场边会谈 更加受到关注 握手将近20秒 美国财长叶伦亲自欢迎中方经贸谈判的一把手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被视为在预热铺排拜席会 同时中美交流基金会在香港举办论坛 美中两国大使都发表视讯谈话 中方所谓的巴黎岛共事是去年聚团体峰会 习近平与拜登受自己国家领导人身份对谈 包含了不改变中国体制 不支持台独 不跟中国脱钩 不阻挠中国经济发展 被视为是中方开出再次败习会的条件 TVBS新闻中江南小明镇全入文 NC教组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